孩子反复发烧白血病 如文医生特疗专家刘海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孩子反复发烧其实它是一个结果 那为什么反复发烧 在我们临床当中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最常见的首先是感染 比如说这个细菌感染呀 还有在我们临床当中见的 比如说这个支援体的感染呀等等 还有一些链球菌的感染 就是当你这个病菌它没办法去除的时候 或者说你没有用有效的这些药物来控制的时候 它就会反复的发烧 那么发烧是个迹象告诉你说 它有这个炙热源 有治病的因素你没有找到 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 那么一般来说很少会出现这个导致白血病了 那么白血病呢它的诱因是非常多的 我们也知道在临床当中 比如说它接触了一些化学的物品呀 或者这个新房刚装修 有一些这个本呀或者甲醛的这些 导致血液病的这些有害的物质 长期的这种影响才可能导致血液病 那么一旦孩子出现反复的发烧 同时孩子还有贫血的症状呀 那么你首先要积极到医院去化验 那么血常规就是判断孩子这个血液系统 有没有问题一个最简单或者最直接的一个筛查 总体来说常见的反复呼吸道的感冒 或者反复呼吸道的发烧 还是跟我们常见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有关系 感谢观看